各位好 我是联合大学能源工程学系 能源中心的薛康林 在这个DA5 一流电池材料与元件的课程模组中 这是第二单元 第二单元就是DA5-2 一流电池结构与关键元件特性 在这个单元里面的第二个小节 是阴极与阳极 前面第一个单元讲到说 整个电池单电池或电池组 它的一些关键元件 这边我们就每一个关键元件 跟各位介绍一下 它所牵涉到的一些事情 还是一样 我们从前面的单电池基本结构来讲的话 以电池在放电的过程中 做个讲解的话 那它这个阳极还是一样 它从正二架变成正三架 那阴极是从正四架变到正五架 那中间就是有隔离膜 它把这个阴极跟阳极隔离掉 但是它却能够让这个氢离子 从阳极游离到阴极去 然后在外面会有密封材料 把它防止它在电解液的泄漏 然后在最外面呢 有它的流道板 在阳极有阳极的流道板 它这个是负责呢 把阳极这边的那个电子呢 传导出去 透过这个跟这个电极阳极接触 把这个所产生的电子呢 传导出去 同时呢 也可以把外部的电解液 这个反正二架呢 很均匀的送到这个阳极的 多孔的阳极里面去 让它进行电化学反应 最后这个电子呢 是透过这个流道板出去的 那阴极呢 也有阴极的流道板 那他们这边呢 电子的或电流呢 电子流或电流呢 是透过最外面的这个集电板 把这个电子流呢 或是电流的传出去 所以这边呢 它这个阳极它氧化 它就会释放出电子 这个电子呢 就从这个碳3 这个阳极呢 穿过这个阳极的流道板 拿到这个集电板倒出去 它为什么要这集电板 因为集电板的导电度呢 比这个阳极这个石墨板 这个流道板是用石墨做的 它的导电度呢 比它高上 一千倍到一万倍 所以说导电来讲 还是靠着集电板 真的导出去 那这个流道板呢 是用石墨做的 它主要原因是 能够抗腐蚀 它的机械安定度 还算不错 这个流出去的电子呢 就透过外部回路 经过负载 流到阴极 那阴极也是有阴极的集电板 把这个电呢 传到那个 到阴极去 这阴极的多孔材料 让它进行还原反应 把正五架变成正四架 那里面的材料 我们前面都讲过 包括正极负极集电板 正极负极流道板 密封材料 正极负极 是用碳栅做的 还有割力膜 那这里面呢 我们重点在这一个 就是在正极负极 这个碳栅材料 这个碳栅材料呢 我们之所以 用碳栅本身电极来讲 我们需要是多孔 然后又能有电化学反应 那个化学性要安定 那这个来讲 当然我们可以用 一般的金属 但是一般的所谓的碑金属 包括说铁 铜 个 镍 这些东西呢 或是锡这些呢 在强生强检下 它其实不太安定 可能会自己会溶解掉 所以说呢 变成说我们 这些电极材料呢 我们必须要选择碳材 虽然它挡电度差一点 但是呢 它本身 抗腐是化学性 安定性高 但是缺点就是 它的导电度比较差 那机械的强度呢 也是比金属呢 弱了一点 比较容易坏掉 就是说比较容易 本身机械的强度 比较弱一点 那在这个 一般的碳材来讲的话呢 我们可以有碳栅 碳布 碳子 那在这个地方呢 一流电池 我们选择是碳栅 那这个碳栅 主要的原因呢 是它 比较厚一点 那高表面积 这样子 那也可以趋劳 导电度还勉强 这样子 碳布的话呢 它比较薄 那相对的 电化学反应的面积呢 也相反少了一点 碳子的话 导电度是比较高一点 但是它本身很薄 所以相对的呢 它的那个 电化学反应面积 也是比较小一点 不过这个电池的发展 其实未来发展目标 还是希望能够走到碳子这边 因为这样子的话 各位可以看 一个电池呢 阴极阳极 它就0.5公分 就是5mm这样厚 阴极阳极加起来就1公分 如果把它换成碳子的话 它可以从1公分 变到1mm 所以这个其实是蛮吸引人的 但是碳子要想办法 把它的电化学反应性提高 电化学反应性提高 一部分是增加它表面积 另外就是用触媒什么呢 让它表面的活性更高 再要提高这电化学反应的话 我们先看 它电化学反应倒是什么东西 在电极的电化学反应来讲 我们可以分成正极跟负极 它总反应这样子 在正极的话 它在放电的时候 是把正五架的东西呢 氧还原变成正四架 所以正五架是VO2正 那这边氧是负二价 所以两个氧就等于是负四 负二乘二等于负四 那它本身这个离子是正一架 所以说这个凡呢 在VO2正这个里面 它其实是五架的 那变成四架VO2正 所以说它这个氧是负二 那这整个离子呢 是正二架 所以在这个地方反应应该是正四架 它是用这种方式来看的 那这个负极呢 它正极它是还原 那负极它是氧化 氧化就从正二架 氧化变成正三架 在放电的时候 那在充电的时候 这个反应刚好是相反 所以这种反应呢 我们就直接把它加起来 阴极 正极跟负极的把它加起来 就变成说在放电的时候呢 它这个正五架 会变正四架 那在负极正二架 会变成正三架这样子 相对这个平衡的电化学反应 它的电极电位是什么 这电极电位呢 个别是 在正极是负的1.004 那在负极是负的0.255V 所以整个总反应加起来的 应该是负的1.259 那这些来讲的话呢 是它在标准状况 在离子浓度活性都等于1 在一个大气压下面的状况 那实际上来讲 这个反的相关的电化学反应 其实有很多负的 各种不同的变化 那在这边呢 我们所列的 是它主要的这个主反应 主要的反应 在正极负极主要的反应 它们可能甚至还牵涉到一些电化学反应 当这个电解液的PH值变化的时候 这些反应呢 都会跟着变化 那我们讲到电极 希望说我们知道这个电池 它大概 电压大概是1.2V 那像问题是 它能够反应的多快 那这个是我们要关心的 因为这牵涉到 能不能把碳氧变成碳子 变成比较薄的电极 那这个就牵涉到它的电化学反应速率 那反应速率里面 其中一个就是它的反应常数 我们看这个 这是一个典型的电化学反应方程式 那这个呢 等于所谓的一个Tafel Equation T-A-F-E-L Tafel Equation 它这边讲的是电流 这一段代表的符号 各式这样子 这个I是代表是Current Density 也就是单位面积能够释放出的电流 流进流出的电流 这个也等于算是 它的电化学反应速率 因为你反应速率越快 流进流出的电流就越高 它这个是受到什么影响呢 第一个是N 这个N就是Numple of Electron Transfer 也就是说单一个Mole的反离子 它能够释放出多少电子 或接受多少电子 那从上一章呢 我们可以知道 一Mole的反离子 它其实会释放 或是接受一Mole的电子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 它N是等于E 然后这F是法拉第常数 等于是说 一个荡量 Equivalent EQUUIV 这个Equivalent一个荡量 也等于是Emore的电子 它有多少的库仑 它这边是96500库仑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那个 电子数变成库仑数这样 那这个当然也牵涉到 电极的面积 在这个地方 那还有就是K0 K0就是这个反应常数 就是每秒钟会消耗 或是生成多少More的那个产物 或消耗多少More的反应物 那再乘上什么 Exponential 这个是指数函数 它上面是αF over RT 这个α呢 是Charge Central Coefficient 这个呢 跟它电话学反应呢 有关系 是一个电话学反应的常数 还有呢 它的电极电位 Phi 还有它的 跟它那个电极电位 在平衡的时候 Phi0有关系 如果这个电极电位 离开它平衡电位 越远的话呢 这个反应就越快 那R跟T 就是我们一般所收知的 那个气体常数 或是它的温度 是用度K来表示 这个在文献上面呢 大概大家都对于 这个K0反应常数呢 做了很多的研究测试 但是呢 结果并不一致 这张表呢 就是把各这个不同的 比如说Glassic Carbon 各种不同的碳材 那个Carbons Paper Pyrolic Graphite Feld 这些东西呢 那做了一些比较 那这些反应常数呢 比如说正二到正三价的 这个K0 还正四价到正五价的 K0 就反应常数 或是它的 Rate Ratio 就 K45跟K23呢 它们之间的比较 其实真的讲起来呢 这些只能做个参考 因为它们有时候呢 每个做出来结果呢 是略有互相的抵触 因为这跟它实验条件 所用的碳材 有没有经过前处理 它是用什么样的碳材 都很有关系 不过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反应呢 在正极跟负极 它的反应常数 其实不一样的 我们这些实验室有发现到 它的反应常数 可以相差非常的大 所以说在这情况下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正极跟负极 它碳材呢 可能需要不一样的处理 那接下去呢 我们看一下 电极电位跟电子电压 我们前面知道 就是说 在这个正极负极 这种反应 它相对的标准电压 这边都列出来了 那这跟每 但是当这个电极的 这个反应物常物 它浓度开始变化 因为电子充方电 它浓度开始变化的时候 这个电池的电压 或是电池的电位 它怎么变呢 比如说正式架到正五架 在正极这边的话 它我们可以用 那个NERS equation 那个方程式 它这边的标准的电位呢 它电池的电位呢 等于是在标准状况下 就浓度活性等于1的时候 减去什么RT over NF 乘上log对数 自然对数呢 那它这个上面就是有分子跟分母 那这个分子呢 就是它的产物 那分母就是它反应物的这个成绩 那因为它这个H是需要两模的H H正 所以说它这边呢 也是H那个浓度的二次方这样子 那相对的在负极呢 也是一样 它这个等于是负极的 2 3的这个 1 2 3的这个 电位呢 等于是在标准状况下面的 这个电位 负的0.255 减去什么 RT除上F 在log自然对数 这个log 然后它的反应物产物 各在它的分子跟分母 所以这个总反应来讲 刚好是这两个电极 电位把它加在一起呢 就得到这样子的关系 那这个 在标准状况的 overall的这个cell 10 cell这个呢 电压就等于是 -1.259 那如果说我可以知道这个 各个这个浓度 在这个 对数 对数这个 像这个里面呢 它各个离子浓度 随时间的变化 那我就可以算出 这个电池的电压 在充各个时间 充放电压时候的电压 所以我们第一个先要看 这里面浓度的变化 这个电解液里面浓度的变化呢 我们可以透过法拉第定律 来计算 那我们先看一下 这里面呢 就看右下角这边的这个一个示意图 在这边呢 有正极的电解液储存槽 还有负极的电解液储存槽 这个电解液的储存槽 为了计算方便呢 我这边用15ml 那它的浓度呢 起始浓度是0.7mol 那负极呢 它是用10ml 那它的浓度是em 这样子 那我故意用不同的这个浓度 只是说来计算 我们看一下它的电池是什么变化 真正来讲 它这两边的体积跟浓度 活性物质的体积跟浓度 应该是一样 这样才比较好 但我真故意改用不一样的 来计算一下看看 那这个电池呢 第一个 它通过的电量 这个通过电量呢 是多少库仑 那这个通过电量 通过法拉第定律 我就可以知道 这个电池里面 它反应物会消耗掉多少 或产物会生成多少 那在这边呢 这通过电量等于是 I乘上T 也就是说 我这个电流乘上时间 就等于是真正 它通过去电量 这个浓度变化呢 等于是DC over DT 那在微分的方程式上 或是定微分的话呢 等于是 那个时间在T 跟时间在T加ΔT 之间呢 这个浓度变化 也就是T 那个CT 跟CT加ΔT 这两个浓度时间的变化 除上呢 这个时间的变化 这个T加ΔT 减去T 所以这分母呢 实际上就是ΔT 这单位时间里面变化量呢 它浓度到底怎么变化 这浓度变化 刚好就等于是 它的那个 这位Mor数的变化 所以这个等于是什么呢 这个等于是I除上NF 这个I呢 就等于是单位时间 它流过去的酷仁数 有多少电量 因为安培 就等于是 每秒钟多少安培 所以这个I除上NF的话呢 就等于是 每秒钟 有多少Mor的东西 形成或是消耗掉 对产物来讲 它是每秒钟 多少东西形成 对反应物来讲 是每秒钟 多少东西消耗掉 然后这个呢 我再除上 这个电解液的体积V 那就等于是 它浓度的变化 在正极这边的话呢 我们先看一下 它的电化学反应 它电化学反应 就像前面讲的 它是从 在放电的时候呢 它是五架的 变成四架的 同时这氢离子呢 也会被消耗掉 所以从这边 我们就可以看到呢 这些浓度的变化 那在这个地方呢 黄色是五架的 这个反离子 它因为在放电过程中 它会被消耗掉 所以它浓度呢 原来是0.7Mor的 黄色这条线 那在时间T.0的时候 是0.7 那随着这个放电的时候 大概到15秒 15分钟的时候呢 它都消耗掉 那同时它消耗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 这个电化学方程是 它这边呢 每一末的五 那个五加反消耗掉 也会有两末的 氢离子消耗掉 因此这个氢离子 这个蓝色这条线呢 也会跟着一直掉下来 一直到放电为止 放光为止 那那个四架的反离子呢 就灰色这条线 就随着放电呢 它会浓度一直增加 那一直到15分钟为止 到15分钟以后呢 这个时候改变 就同样的电流 那我来对它充电 这时候充电的时候呢 这个反应相反 所以这个四架的反离子 会一直消耗掉 然后五架的反离子 会一直生成 同时氢离子也会增加 所以这他们氢离子浓度 跟五架反离子浓度 会一直增加 四架的反离子浓度 会降下来 这个是在正 正极这边电解力的变化 那在负极电解力的变化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负极电解力这边呢 我们还是用同样的这个 方程式法地定律来看它 那这个时候呢 在负极这边呢 它是正二正三架 所以它电化学反应 是写在这边 正二架在放电的时候 变正三架 四处电子 充电时候 正三架获得电子呢 还原变成正二架 所以他们的浓度来讲 在放电的时候 正二架 比如说在EM 那它这个蓝色这一部分 它会随着放电 它一直降下来 到十五分钟消耗掉 那正三架的浓度呢 会随着放电 一直成长 到十五分钟 那个放电中止 它不会再变化 那十五分钟过以后呢 这个时候对电子充电 这个时候呢 二架的浓度会逐渐增高 三架浓度会逐渐降低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透过这样法拉的低定律 我们可以把二架 正极负极的 这些反应物产物的浓度 都可以计算出来 那这些计算的端 都随着它的电流 通过电流的大小而定 所以说我知道 它的那个这些浓度的变化 在这个右边 右上角这个图 我先都把它计算出来了 所以我可以带到左边 左上角这边呢 电极的电位 所以相对的 我就可以计算出来 理论上 在理论上 那这个电极电位的变化 那当然这个重真可以看出来 在放电的时候 蓝色这一部分 那电极的电压呢 输出电压会随着放电 它逐渐的慢慢的掉下来 那在充电时候呢 它会慢慢的上升去 但这个地方我们还没有考虑到 它另外的 就比如说活性过电压 内阻这些问题呢 其实会造成电池的电压呢 还会有更大的变化 这个单元呢 我们就希望从这边 大家可以知道 那电极使用碳材的原因 那碳材的种类 电极电化学反应 还有电池电压的计算 还有法拉的定律 跟浓度的变化 然后再继续 再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